今天是2021年1月22号 星期六 早上呢 在网路上阅读了一篇 对Karl Jaspers 他早期在精神病理学 或者是精神医学上面的一个研究的论文 因为这个部分是我 一直多年来没有去深究的地方 因为我直接念的是他在1932年 那本哲学上的一个作品 就是《哲学大权三册》 以及那个阶段的一些 哲学上的一些成就或者思考 但是在上一次我在图书馆读书会导读的时候 我有特别提到他的早期的治学的背景 最早从法律然后转到医学 那么在医学这段时间很长 事实上他的博士学位 是一个医学的博士学位 那么他最有名的代表作 在早期精神医学那个阶段 是在1912年 我记得没错的话 是叫做《一般的精神病学》这本书 那么到1919年他就写了一本书 叫做《世界观的心理学》 这个地方 因为书我并没有读过 所以不能够谈什么 不过我想在我阅读他的作品记忆中 他对于这些所谓的精神分裂的 或者精神病理方面的人物 这些人物可能大部分是一些画家 文学家或者诗人 或者是剧作家 在他那个时代 到底怎么样去确定 他们的一个精神分裂的 这样的一个描述 以及这样的一个病征的诊断 那么Yaspers做了一些 他早期的探究 在那个时代的学术背景 据我所知道 弗洛伊德 当的精神分析 是特别的醒目 而且得到关注 那么精神分析 跟Yaspers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病理学 或者讲到世界观的心理学 这样的一个存在哲学上的 以存在哲学为主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心理精神分析呢 我觉得越来越有不同的一种感受 当然我在很早以前就有发现 因为事实上这一段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学术音源 心理分析跟所谓的存在分析 或者是Yaspers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精神病理学的这样的世界观的心理学的进入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感觉弗洛伊德的那种分析 他看的是一种病理上的 比较属于生物学上面的 生理学方面的 或者性格压抑 得到疏解上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那么这个很有说服力 因为这是我们一般容易去把捉 所以实验或者去观察到的 那么Yaspers对这些上述这些人物 他的分析 这里我只能简单讲一下 除了齐克国尼采之外 像斯特林堡 像达温西 像范谷 还有相当多的这些个案 我相信Yaspers的进入是看到 这些天才的 或者是 禀赋异常的 这些具有充分艺术性格创作的人 他们的背景中的那样的一个时代氛围 以及心理上的一种 存在属于存在哲学上的一种角度的分析 因为我对存在主义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我可以感受 Yaspers所做的研究的进入 跟弗洛伊德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讲弗洛伊德的角度是比较狭隘的 他把它趋就在个人的内在 可能比较属于因果式的 经验式的 或生物学式的 本能式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里面 可是Yaspers所看到的 确实更丰富 更有时代氛围 更有一种 想要去跟外在世界去反应 去表达 因为透过他们的艺术的形式 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种 不停的创发 或者是表现 这样的一个部分 他给予一种在哲学上 相当哲学或者心理学上 比较精神性上的一个理解 或者精神向度上的一种尊重 或者是欣赏 这是我在今天早上 阅读这段文献之后的 一些收获 让我想到我在研究所那个阶段 以及其实有十几年 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 钻研 比如说我到建国第一篇论文 就想写赫曼赫赛的心理分析 以及他的文学的一个 文学心灵 我想他的心理分析 还并不是在佛洛伊德 是在容格上面 那么今天如果用Yaspers的角度来看 或许当初赫赛在 一次大战之后的 那个精神上的一种的 崩溃 我觉得 其实更适合用Yaspers的观点来看 甚至 应该 他的丰富度 深度绝对不会亚于荣格所提供的那个 这样的一个神话 或者是宗教性的解释 我感觉这个地方 是我当时 当然我花了很多时间也去了解赫赛的 新路历程 文学创作背后的设计的种种的问题 那么 对于更多的梦境 或者是神话 或者时代的问题 严格说 我相信 如果把容格的这样的一个 极低潜意识 或者是文学 其实是时代心灵的一种 集体的反应 潜意识的反应 跟Yaspers这样的一个存在哲学 融入的话 我相信是更好的 更完整的 还有我记得我曾经研究过 菲兹杰罗的 《大横小传》 还有格莱姆的 英国小说家格莱姆的 宗教小说 还有 英国的航海小说家 吉姆约瑟夫康德 吉姆爷这本小说 我当时的角度 大概都是 比较倾向于 应该说我自己 用了很多的角度 比较像现象学上的了解 现象学的进入 以及Yaspers的 对于悲剧超越的 这样的观点的进入 那么现象学的进入 事实上 据我所知 也是 融入在 Yaspers的这样的精神分析的 一个存在式的精神 精神病理学的 这样的一个进入里头 那么到了 后来 Yaspers进步到 哲学的领域 甚至到晚年 人生最后的三十年 在二次大战之后 他变成强大的一种 所谓的 世界哲学的思索 那么就看到他人生 自学领域 不断扩大 一种成熟的表现 感觉到不可 不可思议的一个 巨大的进步 跟飞要 今天就在 毛洛西这边 来录取这一段的影音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